发改委副主任联维良昨天在第13届中国改革论坛上表示 国有企业和重要行业改革将跨越深水区 电力 油气 铁路 民航 电信 军工等重要领域 已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 电力 石油等竞争性环节将真正放开 其中石油 天然气 盐业等重要行业改革方案即将出台